灰宝天生就长了一副可爱的模样 爷爷用心全力去照顾着他们 宋爷爷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 把灰宝当作自己孙女一样对待 经常和灰宝一起玩耍 给他不一样的童年生活 在爷爷的教育下 灰宝成为了一只非常聪明的大熊猫 每当游客看到灰宝时 都会被他的可爱样子所吸引 他会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可爱的姿势 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我美吗 灰宝的笑声传染整个场地 好治愈 每当爷爷走进灰宝 都会兴奋跑过去蹭爷爷的腿 仿佛在表达着对爷爷的喜爱 离不开爷爷的灰宝尾随其后 显得格外显眼 我的宝呀 爷爷把灰宝高高撑起 发出咯吱咯吱笑声 只要营业时间到灰宝都会躲起来 还想继续玩 一开始不想上班 现在不肯下班 经过爷爷的耐心指导 才肯要抱着下班 爷爷 那么圆一个 大家看到都想抱一下了吧 几个人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